這段影片要介紹 iPhone X 也就是 iPhone X 的常用手勢操作 當你抬起喚醒螢幕,點部辨識解鎖後 你還要由下往上滑才能解鎖進入主畫面 這樣做的原因是可以讓你在主畫面不用解鎖的狀態下 就能查看通知 進入主畫面後,沒有後鍵 如果你想要回到主畫面的話 只要由下往上滑即可 就可以回到主畫面 你可以由下往上滑到一半 切換到多空畫面 如果你想要刪除 APP 的話 不能像以前一樣由下往上滑 你現在要 像刪除 APP 一樣按住不放 左上角出現刪除鈕 這樣來點擊刪除 由下往上滑回主畫面 你可以在下方的橫條 左右滑 來切換 APP 你現在是 右上角往下滑 是控制中心 左上角往下滑 是通知中心 你現在由下往上滑是回主畫面 現在沒有後鍵 如果你想要截圖的話 只要按一下電源鍵 按音量上鍵 就可以截圖 如果你想要關機的話 是電源鍵 加音量下鍵 就可以關機 如果你想要換起 Siri 的話 只要按住電源鍵即可 這樣就可以啟動 Siri 現在一樣還是有單手模式 不過你要到設定 一般 輔助使用 螢幕上方觸控 開啟之後 你只要在這個觸控條下 往下滑一下 它就會滑下來變單手模式 回主畫面 採用 操作大概就是這樣 控制中心 通知中心 回主畫面 左右切換APP 滑到一半 切到多工 刪除APP 往下滑一點點 變單手模式 回主畫面 按 截圖 關機 按住電源鍵 Siri 常用操作大概就是這樣